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静 哎呀,昨天晚上干活干得太晚了 大概睡了三个小时就要带他来这个长龙这边了 本来真的是爬不起来 但是今天最后一天在广州 每天回郑州了 今天不带的话 要等下个暑假才能带他来这边长龙 所以咬了咬牙 还是磨磨叽叽的起了床 说来的那会儿天气不是太热 但是到来之后突然就出了太阳了 跟着小爸本来就是让他有一个好的体验的 最后还是决定坐了个车 因为感觉这么热的天 如果在外行走的太多的话 害怕他受那个中暑 最后就是咬了咬牙 然后给他坐了辆这个车 这个事情呢 后续再给大家放下 然后帮大家闭下坑 我们这次从泰国回来 直接选乐地在广州 也是因为想让我妹 带上娜娜来这边广州 第一次让她回一下小时候的住的地方 因为娜娜差不多在两岁之前 都是在福山的这个家里边住的 里边还摆翻着她小时候的各种衣服呀 玩具呀等等 所以说虽然知道来这边支腾一下挺费钱的 但是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 不是钱能代替的 本来是想着在广州都挺有些日子的 但是因为我妹开那个是钢琴工作室嘛 暑期的时候是最忙的时间 他们只能来这边三四天 所以主要就是为了带娜娜来这个长龙的动物园里边 在她的心里头深深的扎上一个中国大好河山的一个种子 因为她马上不是就要去土耳其上小学了吗 所以在土耳其上小学之前 想让她感受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她的内心深处给她留下一个中国魂 以后就是我跟她爸不管再不在一起或者什么的 都是每年她的暑期的时候 有三个月的假期肯定是要来的 然后这次的话会看看他们圣诞节的假日 如果有三星期四星期的话 寒假让她也再回来待一下 如果是两个星期的话 时间就比较赶的话就不能折腾 这个机票费了 就像前一段时间粉丝留言说 哎呀小静辛辛苦苦赚的钱 钱都搭在这个机票上了 这个真的也不假 一年给航空公司做出来贡献 真的是太多了 感觉赚的钱60%到70%都是开销在路上了 虽然有些肉疼吧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前几天可能大家看到娜娜哭了挺心疼的 说实话说 为什么你要把她从爸爸妈妈还有她爸爸亲人家拿走 但是可能有些粉丝的话是不太了解情况 因为她爸妈呢 她爷爷奶奶是在伊朗住的 所以说平常的话只有她爸带她 她爸一忙的话就把她丢给阿姨了 虽然我出去代购的将近有两个星期吧 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 全程都是亲戚朋友 就是陪伴她了 没有让她在就是阿姨的手里带 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在阿姨那边 她每次给我打电话的话 都会委屈的哭 但是她在我身边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说主动给她爸打个电话 都是有时候我会提醒她 或者是她爸每天给她打电话 她才会去想起来 但是我不在她身边的话 她会一直让她爸 就是给我打电话 以后的生活中心全部都以娜娜为主 然后让自己的金钱自由 也就是短期的一个小目标 好了 因为今天真的有点太匆忙了 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的话 给大家说一说 我在长龙踩到了哪些坑 然后给即将出行到长龙的朋友们 发一下 然后让大家也尽量的闭一下坑 不能因为一些意外的小事情发生影响 我们的出行计划 好了 拜拜 下期再见